早晨放鬆 嗨, 你好 不是, 不是啦, 上次才見過 都很久了 拍成怎樣 還可以啦 拍了一些你上次教的構圖 是嗎?構成怎樣 試著感覺良好 這樣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自己畫自己的照片就可以了 那你今次教我什麼新的東西呢 上次不是說ISO光圈快門的 不過沒有打算教你 為什麼 以你這樣的資質 不 因為我學習都很快 你真的嗎 難怪你自我感覺良好 今天我就教你看光影相 那個光圈 ISO快門的那些 下次先 我想問一下 我們的LiKa有沒有美顏 LiKa有沒有美顏 這個問題真的問得好 所以我就不教你那三樣東西 是沒有的 既然你問出這個問題 證明你不熟LiKa 所以今天我就帶了一部SL 這部就是LiKa的無反相機 那部相機很帥 LiKa出品 也很重 但它的結構很緊密 你會見到 這支是R鏡 LiKa有M和R鏡 這支R鏡配到SL R鏡有什麼特別 R鏡以前是比R系列的單反用 質素非常之高 今天帶了92.8 出來和你去看光 看看周圍的光線 如何拍一張很立體的相片 整天都說拍照出來沒有立體感的人 所以我先教你這件事 成為大師的第一步 好嗎 所以拍臉有沒有立體一點 你的臉就OK的 立體一點是嗎 即是臉而已 其他地方不用 全身都有立體 全身都有立體 那好吧我們出發了好嗎 好 Missy 我們陽光呢 就有不同的角度 就有不同的溫度 例如我們差不多日落的時候 陽光去到45度 開始就會偏黃的那些光 還有45度射下來 你看現在就是這樣 4點多鐘 45度射下來 射到臉那裡 黃黃的 影子拉長一點 那些光很漂亮 那都很漂亮 那都很漂亮 是 你都搭得挺悶悶的 應該多讚兩句嘛 因為我不知道 都要拍出來 是呀 其實跟我們12點鐘 到1點鐘的時候 光在頭殼頂 就很硬的 那些光 即要黃昏的時候會更漂亮 黃昏之前 那兩三個小時左右 那這些叫magic hour 那我們來拍照就最好了 那裡有個光 剛剛射到葉那裡 不如我們試一下怎樣拍好嗎 好 通常呢 我就怎樣去設置部機 去做一個正確的曝光 把照片立體一點 是 我呢通常就會用這個曝光測量 嗯 即是呢 測光錶 有點啦 中央重點 和多區 我通常都會用重點測光 只是測那個位子 我拍一張給你看一下 只是測那個位子 這樣就 1 2 OK 你看到這張照片呢 是嗎 是嗎 只是這裏光了 即是突出了 是啊 然後其他那些暗位 有光位有暗位 這張照片就有立體了 是 你試一下不如 OK 對 只是那個光位 嗯 只是測那個光位就行了 那我是不是要按這個按鈕 是的 你可以轉一下其他那個重點 測光的位 嗯 裏面有個圓圈 圓圈就看到了 對 然後對焦 嘩 你都拍到一模一樣的 是不是很容易呢 是啊 這就是一個技巧 可以令照片的立體感提高 好 好 我們再去前面那裏 看看大環境 好嗎 OK OK 喂 Vinci 是 看到那裏有雙花嗎 看到 好像你那麼漂亮 謝謝 嘩 真是一馬氣的 你看 這對花呢 你見不見到呢 陽光是這裏 45度斜下來的這對花 嗯 有少許黃色的感覺 是不是很漂亮呢 還有一個光暗位 是啊 對花這個就是高光位 那下面這裏就會暗一些 嗯 那我通常就曝光 只是曝對花這個位 就OK的了 那拍出來呢 那個立體感 就會漂亮很多了 因為暗位 托起了光位 那我們看照片 嗯 永遠都會看光一點的 OK 那就吸引人家的眼球 嗯 那所以 光位就突出一點 對啦 光位就突出一點 不如你試一下好不好 是 剛才教了你的了 那我按這裏 對焦點 看到嗎 嗯 好 你看看 你看看 看到那個立體感很強 是 是 今天學到的 學到的 光暗 光暗 是很重要的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OK 可以令到一張照片很有立體感 還有我們 善用一部相機的測光錶 嗯 那就可以讓一張照片 什麼是測光錶 哦 有光 要用一個測光錶 去測準那個光 哦 剛才我學的 對 沒錯 就是測光點在哪裏 沒錯 那要準確的曝光 那張照片才會有準確的照片 準確曝光的照片出來給你看 不然就會過曝光 或者是 下降了 好嗎 今天多謝大師 多謝你上來 多點上來我們的頻道 教你多點東西 那我回去再多點練習這個光暗位 好 拜拜